这里是萨鹅的万家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新款 现在大部分的档口都已经稳定了 都已经正式开业了 一街这边主打外套 现在这些秋款都是属于过渡款式 这个档口现在有很多风衣跟西装 他们家是主打外套 不过他们家的那个版型没有那么讲究 很多买家穿上去效果不好 所以说导致这个退货率特别高 这个档口装修的特别好看 现在很流行水墨衬衫 就是那种滑滑的雪房料子 现在都是属于排单款式 我们来这边选款的时候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看款式 第二是质量 最后才是价格 这个需求不要搞反了 搞反了选款就很容易出问题 条纹的这种毛衣开三线 现在是特别火爆的 今年的款式跟去年的款式都差不多 他们现在没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设计 我们卖衣服不是设计师 这边批发市场上什么款式 我们跟着上就可以了 广州是属于服装产业带 主打快食上市场或流行趋势 市场这边流行什么 到时候终端市场它也会跟着流行什么 一路下去都是这些很中规中极的款式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条街 这几个当口的货特别多 他们的零食仓库跟打包都是在这里的 所以说这边的货看起来就比较多 有些当口的货特别少 有些甚至基本没有 不是说他们没有货 他们是在附近那里有一个零食的仓库 现在这个时候人还是非常多的 这一条街它冬天也是主打外套 市场这边一般国庆之后 就会有那种厚的棉衣 还有羽绒服上新了 现在是没有那么早的 现在外套大部分都是西装风衣 批发自然这件模特它不是乱摆的 它有包款位置有测款位置 一般来说主要的位置是包款位置 次要的位置是测款位置 有些他们也会就是早上高峰期的时候 把包款放在主要位置 等到人流量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他就会把新管拿出来测 你们说想看一会位位置 我现在逛的是万家的二楼 万家二楼这边的位置是属于跑量的 质量的话也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们是做传统电商的话 是不太适合的 我现在要处理一下 感谢观看